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恳求你们 我今天发了个视频想恳求你们 我们外地有好多人在你们上海打工 特别是在免航区那些 暗指小区里面 住房子住的孩子们 他们都是8090后的孩子 年轻的状的孩子 疫情 把他们困在家里已经好多天好多天了 他们手上背的粮食都吃完了 现在离物凉朝为后就别 又不跟他们出门 又不下楼 现在他们的家的大米都吃光了 没有的吃了 有的孩子快要饿死了 求求你们上海的广大市民们 和市政府的机关干部们 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 能不能重视一下 我们安徽外地的人 在你们上海打工 租房子住的孩子们 能不能把你们手中的粮食放一点 送到他们的门口 给他们吃 现在他们都出不来了 小回家又回不了家 手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了 这次孩子都是年轻力壮的孩子 感谢你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了一点素菜 给他们吃 送了菜给他们吃 可是他们没有米了 没有粮食了 支撑不了了 送你们上海人 能帮忙我们在你们上海 打工的孩子们 让他们能在你们上海 能活下来 能度过这一套难关 都能活着活着 见他的父母 我们这次孩子 在你们上海 打工的都是独生子女多 每家每户都 父母气场挂肚 每天都在家一粒洗面 都担心自己的孩子 在你们上海 不知道 这次孩子他们没有饭吃了 他们的心里面已经乱了 死亡你们上海的朋友们 上海的干部们 能不能帮忙 这次孩子注视一下 不能帮这次年轻的孩子 在你们上海 活活的饿死 他们都是父母样的 死亡你们